征戰的老師會讓我知道 要怎麼在台上構思自己的想法 然後要怎麼表達出來 當我有一定的進步的時候 老師也會給我一些讚美之類的 那也會讓我更有自信 我是徐子雲 以前是讀武林高中 那我用個人申請上了北醫醫學系 中國醫中醫系醫組 和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醫師組 最後我選擇的學校是 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的醫師組 從小學開始就成績比較好 那自然就是想就讀分數比較高的學信 從國小、國中、高中以來 都是一直把醫學系當作我的目標 那最後學測分數到了 那就順其自然地去考醫學系 其實征戰會有講師來我們學校 為我們演講升學的管道 那也讓我知道了有征戰這個機構 那我自己是比較內向 不太敢講話 所以就會選擇來上這種課程 因為陽明醫學系 其實他是不看學特成績的 代表他二屆有90% 都要來用面試來決定 因為我比較自己 不太敢在人群面前講話 所以一開始其實站到講台上的時候 只要看到下面很多人就會 拿中一片空白 也不太敢講出什麼 所以這是我一開始 對我來說困難最大的事情 就是在人群面前講話 因為我們之前有很多練習會 模擬一些在實際面試可能遇到的狀況 可以讓我在真的面試的時候 沒那麼緊張 用平常心一樣坎坎而談 會發揮出比平常更好的狀態 在來到徵戰之前 我自己自我介紹的稿 其實都比較像是去上網抄一些模板 所以會比較生硬 又不適合自己 那來徵戰之後 老師會讓我在自我介紹中 發揮自己的特色 自己以前的經歷 那會讓我的自我介紹更突出 會在人群之中更跳出來的感覺 最喜歡的應該是醫學倫理 因為我家裡是沒有這種醫療背景的 所以透過了醫學倫理的課 可以讓我更了解真正的醫生 他在醫療體系中會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讓我更了解這個職業 我最想感謝的是葉老師 因為他在我練習的途中 有對我很多有用的建議 那有一次模擬面試 有考到自我介紹 當我表現好的時候 他也會不吝嗇的給我一些誇獎 讓我在表現自我的方面上更有自信 讓我在面試會有更好的表現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 會認識到一群比我更厲害 更敢表現自我的朋友 那在他們的互相練習之下 就是讓我更想要像他們一樣 勇於表達自己更外向 那會促使我更想要去練習自己的口說之類的 讓我表現得更好 在全國口模之後 有一個模擬醫生宣示的環節 全體一起宣示帶來的震撼感 也讓我堅定的想往醫生這一圖邁進你的想法 楊明的面試有一個環節是 英文口說 就是要用英文對他桌上的文章發表自己的想法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英文比較差的 所以我就用一些很破爛的英文跟教授來溝通 那教授其實也沒有很嚴肅的樣子 都是笑笑的 也會鼓勵我說出自己的想法 那讓我覺得面試的途中也是可以放輕鬆 我在事前準備的部分 會和同學互相檢查學習歷程來找出 可能之前沒有寫好的漏洞 而在面試中的話 我會在自我介紹挖出一些洞 讓教授跳進去 他們就可以比較有可能問出 我們已經準備過的問題 在事前把教授會問的問題全部整理出來 自己也要去想要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陽明的教授會現場從學習歷程裡面抽出題目 他是現場翻閱 那他每個小項都有可能去看 像我的話就會被問到那種很細節的部分 那也幸好我在事前也有準備這些題目 可以讓我更流利地說出我的想法 那教授可能會覺得 哇他真的這個學生很細心 會有更好的分數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 一開始比較內向 不敢表達自己想法的人 我覺得可以來嘗試上一下這些課 人是更多很厲害的朋友 那讓自己也變得跟他們一樣 來征戰我們在醫學系等你 在醫學系統中 在醫學系統中 都會快樂的朋友 在醫學系統中 在醫學系統中